乐乐的老师上课喜欢开玩笑 跟同学的官司不错 但有时老师说的一些话 乐乐会觉得怪怪的 例如 女生穿裙子上课可要合起来 不然就风雪来风了 或者有时候 她会看着某些同学 然后说 你腿很漂亮哦 但这不该长肉的地方没长肉 乐乐感到非常不舒服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敏感 想太多 直到最近 乐乐因为成绩退步 常常放学后被老师留下来订真考卷 老师都会刻意站在我后面 越来越靠近我 讲话的气 全部都喷到我脸上 我都不敢动 她还要我每天放学 都去办公室找她 该怎么办 我真的很害怕 感觉你遇到了一些困难 需要我的帮忙吗 你 你是谁 我是西西 是你和所有儿少的守护者 有任何困难 我都愿意聆听 你要跟我说说看吗 但老师 也没真的对我怎么样 我怕是我自己想太多 绝对不是你想太多 感觉本来就是很个人的 没有对错 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所以今天不管是老师 同学还是任何人 他说的话或身体触碰到你 你觉得不舒服 就是不舒服 我知道了 但我怕他之后还是靠我很近 我不敢直接跟老师说 这样我很不舒服 也很怕别人 说我想太多 关于想太多这件事 你可以观察看看 他是对所有人都这样 还是只有对你这样 他好像只有对我这样 有同学说 老师对我特别好 看我成绩退步 才把我留下来教我 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感觉 是不是把老师当成坏人了 不管成绩好不好 或者你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老师都不应该这么贴近你的身体 或让你感觉不舒服 这是人跟人之间的基本界限 从言语到肢体互动 都应该要有界限 所以你的感觉 就代表你跟他人的界限 应该要被尊重 不敢直接跟老师反应的话 你有想到其他解决的方法吗 通常大人都会说 有事可以跟家里面的人或老师说 但我担心说了会被骂 怕他们说我乱讲 你可以透过平常和他们的相处来判断 告诉他们之后 他们可能会有什么反应 如果告诉他们可能会让你更受伤 也可以想想其他方式 像是跟同学说说自己的心情 有需要可以直接跟学校反应 提出性贫申诉 也可以找教育局处询问怎么处理 那我能不能什么都不做 可以的 在你心里还没准备好做出任何行动前 老师如果找你 你可以找同学陪你一起去 不要落单 这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哦 无论你想怎么做 都要以照顾好自己为优先 于是乐乐在听了西西的三个建议后 开始练习相信自己的感觉 也厘清了自己想要的处理方式 虽然乐乐仍是有点害怕 不过她做足了心理准备 面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一切 下一集行动步骤篇 了解实际申诉流程 最后西西想问各位同学 肢体未经同意被控诉 侵害到什么权利呢 学校可以收书包吗 处罚不能下课 哪里不合理呢 欢迎跟我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